疫情统计全球呢目前为止确诊的病例已经来到了85万人 而且呢很快的就要来到86万了 那么主要就是因为呢美国增加的实在是太快了 在今天一下子那么一口气呢确诊的人数已经来到了18万8千多人 还有4千多人死亡 今天呢连川普都在记者会上告诉大家 这两个礼拜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还要严重很多 另外呢意大利也完全没有停下来 那现在呢他已经来到了10万零五千个确诊的案例 而且还有一万两千多人死亡 而西班牙呢今天可以说是他们单日增加确诊人数 还有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现在呢已经逼近了10万人的大关 而且呢还有8千多人死亡 那么甚至呢你会发现呢其他的那么主要的欧洲国家 几乎呢都已经是确诊破万的状况 而至于我们台湾呢今天新增了7个案例 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 但是呢总数也已经来到了329个确诊病例了 那么现在指挥中心也告诉大家 我们并还没有进到社区感染的这个阶段 但是呢现在告诉大家人跟人之间 真的要非常认真的保持距离 现在呢官方也直接公布了社交距离的注意事项 告诉你说现在在室外的话 你要保持一公尺的距离 而在室内的话是保持1.5公尺的距离 所以呢你如果是搭捷运还有通勤 尤其你今天如果因为呢即将廉价要放假要回家的话 记得一定要戴口罩 否则可能是上不了车的 那如果没有办法戴口罩 室内又无法达到1.5公尺的话 业者就应该要自己停止营业 当然这是现在第一阶段柔性劝说 还有更强硬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就是强制处分了 也就是说呢除了医疗公务维生之外 其他的活动通通禁止 也就是说呢你想要去餐厅跟朋友聚餐 或者是呢想要去唱唱KTV 可能通通都得要进尺了 甚至连戴口罩也必须要间隔1公尺 所以这个强制处分的第二阶段 什么时候会实施呢 陈时中说目前没有时间表 你会发现每天的记者会呢 都是在下午的2点钟 几乎已经成了固定的形式了 但是呢在下午2点钟公开了这么多 确诊病例之前 其实呢指挥中心做了非常多的事 他们每天晚上的7点钟 会先收一下各地的确诊人数 然后呢开始找个大家的这个接触 跟活动史 而且呢也要寻找可能的感染者 整理好之后呢 就会在隔天的下午2点钟公开这些资讯 但是呢找这个活动史 还有可能的感染者 其实呢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要看看他们可能符合的哪一些条件 这些人可以来做裁剪 而这个疫调单呢也有做滚动式的调整 因为一开始呢 着重的都是在比较有这个出国史 或是旅游史的人 所以呢只要看到这些出国的人 然后呢有发烧倦怠等等的状况 他可能呢就可以来进行裁剪 但是后来就开始做了小幅度的修正 因为呢发现呢有一些人 他可能呢眼睛有一些结膜冲血的状况 所以呢结膜冲血还有腹痛恶心 在第二版呢也新增进去了 但现在又更进阶了 除了参考旅游史发烧呼吸道症状之外 现在呢只要有不明的肺炎 还有味觉跟嗅觉丧失迟钝 甚至只要医生他自己有点怀疑 通通都能够通报裁剪 你的这个方式呢要越来越扩大 增加更多的条件呢 因为在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 大部分的确诊病例呢都是境外移入 但是呢你可能不要忘记了 有时候呢还是会公布一两例的本土个案 那么甚至呢这几个本土的个案 可能还不知道他们的感染源在哪里 包括了案100案134还有案156 那这三例本土个案呢已经有点久远了 因为已经过了潜伏期 所以接触者皆为阴性 现在看起来比较不用那么担心 不过近日还有新增的案268还有案322 案268你可能还记得 他就是呢这个大概50岁左右的一位工作室的老板 他是6度就医才确诊的 那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知道谁传染给他 而另外呢案322是昨天才公布的 这位台师大的男学生 这两个人他们的工作 还有呢这个平常的作息都是非常单纯的 不知道谁传染给他们 其实还蛮严重的 所以呢现在接触者的疫调跟匡列 还在持续进行 学生确诊新冠肺炎 那有部分的师生呢是必须要进行 自主健康管理的 大学这一个男学生的状况一样 就是他可能没有旅游史也不知道是他谁传染给他的 所以现在不管是医界还是专家 甚至有很多的民众都开始有这样的声音 为什么不干脆全民普筛 像是韩国像是新加坡这样呢 但是指挥官陈时中告诉大家 这样不但效率很低 还不如好好的做居家检疫 他认为呢如果是针对了入境全部的人通通筛检的话 可能会有未阴性的问题 那么放行之后防疫的破口更大 那假如普筛之后再加上居家检疫 双保险不是更好吗 但是陈时中也说这样的话 劳民伤财还会降低民众的戒心 主要是因为呢总统蔡英文针对武汉肺炎的疫情 今天早上在总统府发表谈话 而在现场呢也可以看到新政院的苏贞昌院长 还有卫福部长陈时中 以及外交部长吴钊燮 还有经济部的沈荣金部长纷纷出席 每天举行疫情记者会 但是呢今天从总统川普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连他这么乐观的人 现在他对于疫情也不敢说大话了 今天呢川普不但开口就说 美国面对的疫情前所未见 现在这两个心情呢是非常残酷 生死交关的时刻会非常非常痛苦 甚至连美国的专家呢都预言 美国预估死亡的人数呢会从原本的10到20万人 上修到24万 甚至如果美国当地的民众没有做好社交距离 勤洗手等等的措施 那死亡人数呢将会到150万人 甚至到220万人 从围巾来当口罩 就是因为呢现在欧美人士 他们对于口罩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排斥 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很严重了 像是法国 现在呢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中国大陆 确诊也还在攀升 所以呢危机意识也逼出来了 以前在路上根本看不到法国人戴口罩的 但是大人小孩现在几乎都挂上口罩 收了但是看起来完全没有控制住 因为光是昨天24小时之内呢 就新增了超过9000人确诊 一天之内还有800多人死亡 是疫情以来最惨痛的一日 这名消息女子是从美国回台湾的 她的行李打开没有少 但是呢竟然发现了一代外科手术用具 不知道是谁放到了她的行李里面 吓到真的是毛骨悚然 很担心万一是犯罪的工具该怎么办呢 所以她也立刻的打电话给华航 没有想到华航竟然要她丢掉这些东西 让她觉得态度太消极 600多名清洁员来消毒 增添了一些清洁工具 针对旅客动线通通消毒滴水不漏 桃圆机场旅客服务中心的员工 因为接待了菲律宾返国的高官儿子 结果害他自己感染了武汉肺炎 甚至连五岁的小孩也被感染 而这名确诊的员工 今天也透过交通部发表声明 表示自己是为了完成工作才接机的 不是主动的 他不认识这个高官的儿子 两个人当然不会有熟职关系 更没有拍马屁的意图 那么在傍晚被指说去接待的这位主管 已经被免除了旅客服务中心的主任职务 票都卖得差不多了 就知道人应该是很多 很多人不搭客运是觉得 因为搭客运的时间很长 那可能会觉得比较危险一些 所以业者他们现在 也为了要重拾信心 推出了防疫专车 明天就会发手搬车了 这台专车是从台北到台中 一人一个座位 而且车上还加装了塑胶隔联 就是为了避免飞沫传染 是在室内的话 要距离1.5公尺才行 所以该怎么吃饭呢 你吃饭总不会戴口罩吧 所以三大知名的餐饮业者 一来拉面台湾分店 还有鼎泰峰天好运 今天都开始了 待位的时候会尽量把不同组的客人之间 做出了座位来做间隔 而且排队也有指示 必须要距离1公尺以上 业组了业组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你会发现呢 老字号的高柄品牌 大黑松小两口 他们今天也关闭了 在土城的观光工厂 有好多的产业都受到了影响 更惨的是 现在一统计下来 全台湾放无薪价的人数直冲 7916人已经创下8年来的新高 这个疫情冲击到了产业 行政院上个礼拜 已经加码了水电瓦斯的减免 而刚刚最新消息是 中油今天也宣布 4月份的桶装瓦斯 每公斤调降5元 国内的天然气价格 平均调降了5.03% 所以估算下来 每一桶的瓦斯 应该可以省下100块 而家用的天然气 每个月可以省14到22元 这也算是疫情中的小确幸了 如果你现在要去搭车 准备要回家的话 真的要戴上口罩 因为交通部要求民众 从今天开始 必须戴口罩 才能够搭大众认输工具 那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如果中央下令的话 当然会支持 那新北市长侯友宜则说 要法律公告才具有强制性 而且要考虑到民众的口罩 够不够用 所以他希望中央14天 应该配发10个口罩 死亡也突破了1700个人 所以现在已经不再是佛系防疫 短短10天之内 就把伦敦的一间会展中心 变成了可以容纳4000个床位的 方舱医院 就是希望可以缓解一些 医疗体系的压力 纽约州长的亲弟弟 也就是CNN的主播古墨 之前还在电视上面斗嘴呢 没有想到他也确诊 遭到了感染 目前呢 在自己家里的地下室隔离当中 不过呢 这位CNN主播还是照常 在家里的地下室连线主持 自己的新闻节目 他说呢 老婆小孩都在楼上 没有人会跟他讲话 很多在美国的留学生也都觉得台湾还是安全一些 像是这一位在旧金山大学就读的台湾人就告诉我们说 当地的观光景点已经没人了 甚至呢 华人戴口罩还会被歧视 被骂 所以他才会决定搭击返台 这一路上虽然波折 但是回家正好 口罩给这些疫情严重的国家了 因为目前呢 台湾的口罩日产超过1300万片 蔡政府决定要捐赠1000万片给其他的国家 今天在记者会上还说 我们现在呢 不只是国家队还要打国际杯 我的这个传染还有传播 但是呢 世界卫生组织也对亚洲地区发出了预警 说我们现在有各项的防疫措施 只是在为大规模的社区传播争取时间 但是呢 国内的专家认为 我们争取到的时间就是减少感染人数 希望可以赶快研发出治疗方法 错了全台湾的戏院 所以79家的影城 同意要求中央可不可以勒令 集起停业两个月 那根据了解呢 各个工会他们共同拟出了这个陈情书 透过立委向文化部提出诉求 就是希望政府可以直接命令短期歇业 才能够避免武汉肺炎重创电影产业 那这一份声明就表示了 因为影城受到疫情的打击 来客数骤减八成 因为呢 这个业绩太差了 无法负担高额的场地月租金 所以希望政府可以直接的下令歇业 如果政府下令的话 这样影城坑片商之间 就可以有比较多的谈判空间 好在今天的指挥中心 也有更进一步的宣布了 因为呢 很多人都在讲说 确诊的个案这么多 我们每次呢 都是看到了这些个案的单位 自己公布了一些相关讯息 才知道这些人会是谁 比如说可能是空姐 或是学生等等的 现在的指挥中心也告诉大家 的确有在考虑 那么有一些比较必要的确诊个资 可能会公布它有的足迹 让大家呢 可以稍微注意一些些 不过呢 现在今天呢 也特别公布了7例的境外引入病例 那么有5个人 都是在美国发病的 回台湾才确诊武汉肺炎 不过呢 现在看起来已经有329个人确诊了 45个人解除隔离 那今天呢 除了有一些安心防疫措施之外呢 也告诉大家 只要违规的话 那么就直接送到检疫所 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 不过今天是愚人节 网络上呢 也不断的一直提醒大家 今天呢 不要开任何跟防疫有关的玩笑 否则一定会重罚 倒是有媒体呢 就直接把陈时中的照片批图 还哭手说 陈时中呢 是不是因为有胸胞胎弟弟 所以他都不会累 今天呢 陈时中在记者会上 也展现了高EQ来回答 来听听他怎么说 今天有很多的确诊病例 他们从境外移入的 但是呢 其实都是在居家检疫的时候发病的 所以居家检疫期间 如果偷偷溜出去爬爬噪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今天的指挥中心就干脆宣布 要提高罚则了 你只要违规第一次 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机会 就直接送到检疫所集中隔离 而且呢隔离的补偿金取消 你就不能够领每天一千块的 隔一防防疫补偿金了 还有集中隔离的时速费用 通通都得自付 甚至呢 10万到100万元的罚款 一样都得照陪 基本上如果你现在是居家隔离 或是居家检疫当中 那么有任何一些症状的话 医生都会蛮警觉的 立刻那么通报让你去做筛检 但是呢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 现在武汉肺炎的症状呢 有不断新的状况出现了 所以呢 指挥中心今天就公布了 要扩大社区的监测裁剪对象 因为在以前我们在做疫调的时候呢 第一版本就是 针对了有旅游室的人 才会来做裁剪 那么主要的症状呢 可能是发烧 然后倦怠 喉咙痛 呼吸困难等等 那么有这些症状的人呢 才会来参考旅游室来做筛检 那后来呢 就开始做了一点点的修正 第二个版本呢 就是加入了结膜冲血 因为呢 发现有一些人是眼睛有一些症状 或者是有恶心甚至肚子痛的状况 但是呢 现在你会发现呢 好像又不太一样了 现在呢 你会发现有一些是不明的肺炎 那甚至呢 有很多人都有味觉跟嗅觉异常的状况 那现在呢 通通都列入了 只要医生怀疑都能够通报拆解